捐血一带不但可以救人一命 还可以展现爱心 已经连续举办18年的 立民营造工艺捐血活动 2018年8月28号上午 又在台中市政府一楼举办 一大早就有好几百位民众 发挥爱心踊跃参加 这次台中市捐血中心 出动了6部捐血车 希望能够在暑假期间 找到更多善心又有爱心的热血 立民造董事长吴春山表示 加上这次的捐血活动 18年来累积数量将会突破 1万代的热血 过去我们17年来捐了9千多代 今年会破1万代 所以我们有特别提供很好的奖品 拜托大家一起勇烈来捐血救人 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行为 为了鼓励民众热心捐血 立民造还准备精美的摸彩品 美味的沙威马送给参加民众 这次参与捐血的单位 除了立民造之外 还有南屯福伦社 台中市国际蓝星交流协会 台中生命线 台湾老树救援协会 阿秋餐饮事业 春根不动产等十多个团体参加 台中市捐血中心表示 每年一到暑假 因为学生一放假就会闹血荒 所以更需要有善心人士的捐血帮忙 我们在下午4点10分那时候会抽奖 最幸运的是得到一台2万块的吉安特脚踏车 所以请大家永远来捐血 其实立民造董事长吴春山说 因为他自己也经常捐血 才会举办捐血活动 想号召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做好事 希望民众也能够挺身而出 投入捐血的行列 立民造将来还会举办各种公益慈善活动 发挥正面的能量 让社会更加温馨健康跟幸福 记者陈文旭 肖玄文 台中报导